张大爷今年58岁,退休后一直在家帮忙带孩子,本该享受天伦之乐的年龄,身体却出现了大问题。 从今年春天开始,张大爷就总是感觉自己浑身骚痒,因为处于换季时期,张大爷并没有放在心上。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,张大爷发现自己身体骚痒的情况越来越严重,洗澡也不能解决,一般睡前骚痒症状更加明显,已经非常难忍了。 这时,张大爷给儿子讲了自己的情况,儿子赶紧请了一天假,带父亲去医院检查,但是检查结果令父子俩一时难以接受。 检查结果显示,张大爷的甲胎蛋白指数高达600微克每升,相对于正常人来说,远远高出正常指标。 医生表示这是肝癌,需要立即化疗。 张大叔和儿子十分不解,自己身体平时健健康康的,怎么就查出肝癌了? 直接拉着医生的手详细询问。 经过询问后,医生发现,张大爷身体早有提醒,只是被忽略了,实在是太大意。 1.医生 身上两处发痒,或是肝脏在求救。 1.皮肤搔痒 其实皮肤搔痒的情况在生活中很常见,一般和过敏,皮肤干燥有很大关系。 但是若是没有过敏症状,还是遭痒难耐的话,很有可能是肝脏病变导致的。 肝脏受损时会影响肝功能正常运转,导致肝脏代谢体内毒素的速度变慢。 体内的垃圾毒素会随着血液流动至身体各个部位。 当细菌流至毛细血管附近时,会对皮肤表层的中枢神经造成刺激,皮肤就会出现遭痒的情况。 此外,肝功能受损,也会导致胆汁分泌减少,不利于肠胃消化。 胆汁堆积于体内时,也会对皮层造成刺激,引起皮肤搔痒的情况,并且这种现象不易缓解。 2.眼睛发痒 眼睛与肝脏的健康有密切联系,长时间用眼容易消耗肝血。 如今手机普及,很多人会依赖于刷视频而忽略休息眼睛,就会肝脏眼睛长期处于疲劳的状态,严重影响肝脏健康。 若是肝脏受损,也会导致肝脏内肝血不足,此时眼睛无法得到充足的血液滋养,眼睛就会容易出现肝脏发痒的情况。 肝脏作为人体的重要器官,能够帮助人体提供解毒,促进新陈代谢的功能。 人的肝脏一旦受到损伤,就会导致身体状况严重下滑。 那肝的功能各位知道都有哪些吗? 2.肝脏的功能 1.代谢功能 肝脏可以帮助人体代谢蛋白质、脂肪、维生素以及一些激素,同时重新合成这些蛋白质和人体所需物质,有效维持了人体的支质守恒。 2.解毒功能 肝脏可以为人体提供解毒的功能,因为肝脏的特性,它可以对人体的有害物质进行吞噬、分解、氧化、结合等一系列方式,将对人体有害的有毒物质进行包装,并将其排出体外。 3.消化功能 肝脏是消化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,肝脏能够以分泌胆汁的方式来帮助消化系统,对事物进行消化吸收。 4.凝血功能 肝脏还能够产生凝血因子,这对伤口的恢复有着很重要的意义。 肝脏是人体的代谢中心,也是人体的解毒中心。 肝脏是人体最大的消化线,又是新陈代谢的重要器官。 肝脏的健康情况反映了一个人身体的健康情况,而饮食习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肝脏的健康。 3.不良的饮食习惯 饮食是保护肝脏的一个方法,也是养肾的一个方法。 不良的饮食习惯对于肝脏的伤害是明显的,所以平时的饮食要注意。 以下的7个饮食习惯是对肝脏不利的。 1.洗食烧烤 烧烤食物会加入大量香腥料,增加肝脏的解毒负担。 高温烧烤的肉类会产生一种较奔病比的致癌物,对肝脏极为不利。 烧烤的食物中蛋白质会发生变性,也会影响肝脏的正常工作。 烧烤食物大多辛辣燥热,多时容易上火,造成肝火旺盛。 2.腌制食品 腌制食品盐分太高,正常人都应该少吃,若是肝脏有问题的人更应远离。 吃多了会影响水拿代谢,尤其对于湿带长期的肝硬化患者则应禁食食用。 尤其是我们国家的人们喜欢在家腌点咸菜,而在腌咸菜过程中会产生一种亚硝酸物质。 当人们食用这种亚硝酸含量高的东西时,在人体胃酸环境下会生成强制癌物。 N.亚硝酸 3.洗食加工食品 加工食物虽说多数的味道比较美味,但是往往是加入了防腐剂、色素等食品添加剂。 这些添加剂往往有很多难以分解的成分,会增加肝脏负担,损伤肝脏。 所以,建议大家日常还是尽量选择一些天然的食物食用。 比如在家里种点绿色蔬菜,绿色食品对肝脏解毒有很大益处。 4.务食半身不熟食品 半身不熟的食物像是一些海鲜类的食物,在没有全熟的情况下不能杀死集中的寄生虫和细菌,容易导致胃肠炎、粒疾,容易导致肝病恶化,甚至诱发肝昏迷。 所以,日常不论吃什么食物尽量保证全熟。 5.饮用乙醇饮料 乙醇抑制是造成人体疾病的重大元凶,它会增加患肝癌的几率,还会降低肝净化血液的能力,尸体内毒素不断堆积,造成多种肝脏疾病及其他方面的疾病。 6.洗食甜食 甜食含大量糖分,容易发酵,加重胃肠胀气,并容易转为脂肪,加速干燥对脂肪的储存,促进脂肪肝的发生。 汤在体内代谢中需要消耗大量维生素和矿物质,而肝脏的代谢过程也需要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参与。 淹食吃太多,会造成肝脏排毒和代谢减慢,损伤脑细胞,引发肝脏疾病,而且糖尿病与喜爱甜食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 7.务实发霉食品 食物霉变后会产生高度致癌物黄曲霉毒素,黄曲霉毒素可以导致肝细胞不可逆的损伤与坏死,最终引发肝癌。 若长期食用发霉食物,肝癌有可能会直接找上门,所以说养肝就是在养命,而肝脏尤为喜欢绿色食物和水果。 既然知道了造成肝脏问题的几个原因,那么该怎样保护肝脏为好呢?不如试试下面的四个方法吧。 1.多喝热水 多喝热水对人体是有很大益处的,喝水是我们日常养生的一个好方式, 对于保护肝脏也有着很重要的作用。 喝水不仅可以帮助身体补充水分,还可以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,增加血液的流动速度,以及体内有害物质排出速度,减轻肝脏的负担。 2.健康饮食 日常要培养良好均衡的饮食习惯,长期饮食不均衡会加重肝脏的负担。 例如,饮食不均衡会导致脂肪肝,平时可摄入护肝食物,它们能够帮助消耗多余的脂肪,不让它有机会附着在健康的肝脏上。 3.多运动 运动是一个养肝的好方法,在生活中坚持运动,可以有效降低患上脂肪肝的几率,还可以让身体处于良好的状态。 对于本身患有脂肪肝的人群而言,则可选择适当的运动,例如进行一些慢跑、骑单车等有氧运动。 但是要注意运动方式方法,不可过激。 4.坐膝周期 睡眠对于肝脏的健康而言是很重要。 有一些人长期白天不起,晚上不睡,这对肝脏健康十分不利。 营养专家认为11点到1点之间的这段时间是肝脏排毒的高峰期。 如果这个时间身体未入睡,肝脏的排毒就无法维持,长期如此,会让肝脏的正常功能受损。 所以,想要保护肝脏,从养成良好休息规律开始。 很多人由于懒而忽略运动的重要性,长期不运动,容易导致人体抗力下降,许多疾病也会不请自来。 因此,大家还是需要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,做一些运动锻炼,帮助排除体内沉寂的垃圾毒素或脂类物质,减轻肝脏的压力,更有利于肝脏健康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